這如果是你的孩子 有我的充они受了嗎 我們的媽媽在5點59分55秒 到7點多分 他已經抽搐了 到7点的时候 他卡第三遍 119求救公 他已经抽搐了 我想请教一下 这个一种 你也有小孩 你一个小孩 已经这么严重 卡三遍 119都没解决 你有没有接受吗 现在的问题是出点 现在网络上有人开始说 这个恩恩爸爸 他是想要 很多人在骂他们夫妻 就说 那为什么你们一直打 消防局都是联络不来 对不对 为什么不直接把孩子送过去就好 没来一阵就隔离 对 现在这个问题就出来说 他们这对夫妻 其实很奉公守法 他们非常遵守相关的规定 因为确诊者不能随意离开 出去会开法 4月的时候是这样 所以这个夫妻 其实是非常的遵守 这个政府的规定 他们就是 因为他们过度信赖这个政府 你信赖公 我消防局 应该可以帮我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他们两个 虽然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可是他们还是忍住 没有自己 我觉得我要补充一句 他不是说信任政府而已 在当时我们曾经在电视上面 骂过有多少人偷跑出去 我们觉得这些太可恶了 怎么可以把疫情 他们其实是怕传染给别人 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你的新北市政府 给他拖了81分钟 后来就有人走了 我觉得这里面最辛酸的是什么 你不知道 这个我学弟 就是新竹中学学弟 一个年轻人 你看他为了这件事情 从上礼拜开记者会 到这礼拜都还在奔波 他有说要什么就责 他有说什么 你后来已经开始下台 没有 他只说 他只想要还原这个真相 因为对他们来讲 就是说他们想要知道 那81分钟之间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让他们就这样走了 他其实很单纯 而且甚至他也讲 他说他也不会把这个 什么录音档外流 他今天还讲一件事 他说如果这里面能 不管是电话记录 如果提到什么各自的话 他说可以逼逼把它消掉 也就是说 他其实不是要去找 这些公务员算账 他只想要还原一个真相而已 那事实上 结果我们看到 一个很单纯的事情 结果你看到一个新北市政府 可以从上礼拜拖到这里拜 那我再讲一件事就好 他们一直讲隐私权 说什么隐私权 这个没有隐私权 我跟你讲 根据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其实在109年有一个判决 确定的判决 就是类似的案件 民众跟政府要求 这个所谓的这种 政府资讯的这个阴档 对不对 那他判决署里面写得很清楚 他说公务员在执行公务的时候 与其个人的隐私 其实没有关系 不是政府资讯公开法 第18条里面 所规定的这个个人隐私 所以其实早就有这个判决 我平常讲这种东西 让我想到一件事情 2013年 洪仲丘事件是不是这样 当年洪仲丘就是在里面 因为就是可能被操劳死掉 那当时他家属只是要求说 他想要看一下 有没有那个相关的监视器画面 有没有给 不给嘛 这又怎么给 民众上街头 25万人上街头 以后你什么都给了 你新北市政府 能都要逼到这些民众 我跟你讲讲真的 今天如果跟爸说要上街头 我也要去 因为我们都有家长 我们都是家长 我们都有小孩 我们将心比心 今天如果我的孩子 遇到这种事情 而我只是想要知道一个真相 还要被整个盛盛服的机器 这样打压的时候 你人同此心 心同此理 这个街头我上定了 是 我想补充的就是说 其实这整件事情 恩恩爸爸其实超有逻辑 他很早就已经列出说 他需要的资料是 第一什么 第二是什么 第三是什么 所以侯友宜的态度 也非常的坦然 就给他 我们都准备好 都给他 所以当市长做出了这样子的公开的承诺说 我们的资料准备好 都给他之后 如果恩爸爸还是没有拿到一个完整的资料的话 所以是谁的责任 我觉得是侯友宜宪 消防局不易 因为大家现在就要探讨 市长都讲了 你消防局没有给人家一个完整的 所以责任是谁的 我觉得侯友宜某种程度 有一些在政治卸责的嫌疑 如果你消防局 或者是你的卫生局 没有办法提供这么完整的资料 给恩恩的爸爸的话 你侯友宜当初就不应该 一副好像 对啊 我是这个市长 我都已经做出我都配合 我完全配合他 他要什么我通通都给 我觉得那个就有演戏的成分在里面 所以今天恩恩爸爸去听的 听的这个录音档案里面 其实只有一部分而已 就只有119跟妈妈之间的这些对话而已 横向的 这些公务单位的119跟卫生局 119跟双核医院的 其实是没有办法提供的 而这些东西我们早在上个礼拜 就已经告诉新北市政府 政府机关可以做到去识别化 你怕人家的声纹被人家肉搜 你可以去识别化 你怕这个东西公布出来 在网络上面被新北市政府被攻击 你可以要求恩恩爸爸签切结书说 我不会作为公开或者是干嘛散步 因为他只是要个人去还原当初81分钟发生的事情 这些事情你早可以做 可是你不愿意做 然后你仍然用一个截取式片段的资讯 来搪塞恩恩爸爸 因为恩恩爸爸今天有告诉大家说 你的译文跟我听到的录音带是不一致的 看起来是有经过一些修改的 所以你既然都已经要提供了 你为什么要给人家修改呢 这件事情很奇怪 所以你修改的目的是什么 你修改掉了哪些东西 这些东西新北市政府 我认为是没有办法推托 你必须要有更多的一点说明 刚刚讲到是说 恩恩是一个两岁的小朋友 当初两岁小朋友不幸过世的事情 非常多人都觉得心里痛 侯友宜更是在镜头前面哽咽 后来衍生出来的各种状况就是 所有的政客政治人物等等 通通跑出来说 一个孩子都不可以少 每一个孩子都是这个家的全部 等等等等的 从朱立伦一降 所有的这些国民党的这些人 通通都跑出来了 好 那如果是这个样子 孩子真的是心头肉 一个孩子都不能少的话 那恩恩是不是孩子 恩恩是不是爸妈的心头肉 为什么没有人帮恩恩的爸爸 强力要求 国民党为什么没有人 帮恩恩爸爸强力要求侯友宜 这是你们党籍从政同志 你必须要求他 你要提供给人家一个完整的资料 你们为什么都不讲话 难道每一个孩子都是保除了恩恩吗 这是国民党要说明的部分 另外刚刚讲到说 有很多人在攻击恩恩的爸爸 有没有 有 这是被人家的截图 韩国瑜后援会 你看看贴出这什么样子的文 他写什么呢 念给大家看 他写什么呢 他说 本来很不舍 但是现在觉得政治味很浓 新北市府要当面给资料 恩爸不要 新北市府敢用记得 他说他要当面 然后新北市府提供他现场听 录音档在对文字稿 他不要 然后他开记者会指控新北市府 不给录音档 越来越像政治操作 也就是说他把恩恩爸爸 想要还原当初儿子消失的 81分钟的救援过程 这件事情 妖魔化这一家人 妖魔化说 他是出于政治 然后来搞出这一出 所以新北市政府有一点上当了 我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 觉得痛苦的地方是在于说 人家两岁的小朋友 难道不是他们家的宝贝 难道不是他们的心头肉吗 你现在践踏在一个 两岁小朋友的身上 然后攻击他的爸爸 是有政治操作的目的 有没有一点良心 来宾都要再补充 不过我觉得这个事情不可小看 为什么不可小看 因为恩恩的爸爸 我觉得他真的头脑很清楚 他把所有东西 时间当时发生了什么事情 他现在能掌握到的 做了一个表 做了那个表之后 你就会觉得说 有哪些事情恐怕有问题 因为最主要是 横向联系记录不给 那横向联系记录不给 我怎么会知道 到底发生什么问题呢 稍后 我께서发生了访者 我们不做了 我们刚才再太太